哈喽 大家好 我是那个我现在在华强北的二手苹果批发市场 最近苹果13普罗麦斯价格有所下调 老款12普罗麦斯市场也堆了很多啊 我们今天班粉丝找一台 看一下12普罗麦斯现在是什么行情 这来自118G的有所版本 冲新成色5G版本啊 没有磕碰 也没有划痕 已经黑解好了 直接插卡就可以使用5G了 这是深圳同城造型生定了 感谢支持 这台非常不错啊 给他从十几个里面挑选到一个电池100的有所版本都电池比较高啊 6.7英寸的大屏幕 市场拿财4950漂亮 这台是苹果11普罗麦斯500设计的美版光光机啊 未激活的 不是欢心机 四川的杨先生定了 感谢支持 这台是送给他老婆的生日礼物啊 未激活啊 比二手只贵了几百米 性价比还是挺不错的 好 我们大概警察一下啊 到时候给他封个包 拿下 这柜台专做未激活的手机啊 这台是华为的Mate 305G版本 8加118G的黑色 这台完美神色啊 没有磕碰 没有花痕 河北的蒋先生定了 感谢支持 他预算2k多 我就推荐这一款给他啊 妹的30 麒麟990的处理器 电池啊 信号啊 都挺不错的 市场呢 这台是2400屏幕也够大啊 主力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台是ipad破落2017款10 5寸二代的 插卡版本啊 粉色的 这位置有一点点小瑕疵 其他地方完美 这是我一个福兰老乡 潮先生定了 感谢支持 这台是拿给他小孩学习用的啊 2000出头的价位 选择这款还是挺不错的 采用了视网膜的屏幕啊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